受境界 于所受境界 罪甚无上 所以我们 这个是所有宗教都有戒律 世间有法律 家有家规 但是呢 也唯有菩萨境界 是最殊胜 最无上的 无量无边 大功德藏 之所随足 所以你只要受菩萨界 百千万亿护法神都在你身边 受五界有二十五个护法神 受三规三十六 说八弯哉界有八弯哉界的境界神 但是你一受菩萨界 树看到你都要弯一下 特别这些和神 这些龙王 他们的寿命都是几百万年 他们都见过佛陀的 他们都了解佛法的殊胜 所以你只要你身上有菩萨界体在 所以他们呢 所有的都在供养你 那你连吃饭都是功德 你连上个小便都是功德 你随便吐一口痰 几百个鬼跪在那边吃你那一口痰 因为你如果保持菩提心 保持菩提心 那你的功德就是如此 所以第一罪上善心欲乐之所发起 所以我们是为了调解众生都是父母 都可成佛 而为他们视线 为他们受戒 要来引导所有众生都成佛 让他们离苦得乐 而且是就尽离苦得乐 仆能灭除于一切友情 一切总恶行 所以各位 你一光一出来他们的恶业 念下来 礼佛一拜 称佛一生 罪灭何杀 如果你保持菩提心 别人叫你的名字 阿星 他小业障 别人看你一下 他小业障 所以各位 你守着菩提心 你这是黑暗世界的光明灯 你要多跑跑 多把这个光明给他们 因为别人看到你就会起了善心 所以各位不要去磕着人家说 你不要抽烟 你不要讲这种话 如果你功德够 你看他一眼微笑 他就烟捏掉 哎哟 你慈悲要做烟果 不好意思 你不用骂人的 所以因为你那个微得力 慈悲力 对方自然升起惭愧心 了解吗 如果你没有那个真实菩提心 你变成去呵折对方 去讲对方的缺点 你就暴露了自己的略根性 因为你这个不是用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实的爱护对方 对方已经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是如此 所以可以消除所有的友情的种种恶行 一切别解脱 利语 就是为了个人解脱的这些戒律 计分算分亦分就是无量无边 乃至乌婆尼撒谈分亦不及于一 所以你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一口饭超过供养整个地球世界的所有出家人 你供养阿罗汉的功德 因为你发菩提心 菩提心部分在家出家 只要能够各位真实的受戒 所以赦受一切大功德 故受此戒疑 虽父转身骗十方戒 再在深处不舍菩萨 净戒利语 所以你要是这一次很认真 然后受到了 那你生生世世 你自然 自然就会恢复菩萨戒 你叫你去骗人 可能叫你去打麻将赌博你会 你叫你去骗人 故意上做不出来 不愿意 因为你内心里面有一把尺 虽然我喜欢玩 但是我不会害人 虽然我喜欢赌 但是不会设计人 虽然我们男女关系有点乱 但是永远尊敬对方 不敢说去玩弄对方 也不敢欺骗对方感情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 你在这个世间 虽然你做生意 你卖给他假货 你卖不出去 你宁可价钱贵一点 但是你给人家还是真的 这个都是有菩萨戒体还在 你就会有一种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所以不舍菩萨境界立于 由是菩萨不舍无上菩提大愿 所以只要你因缘成熟 那你又恢复 因为你想要 你下辈子生下来就想 妈 干嘛 我要帮助众生 我要拿钱给穷人 我要拿食物给小鸟 你就会想要去继续帮助众生 而且你会认为发菩提心成佛才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各位多应的佛像给人家看 现在有网路 真方便 庄严的佛像 任何人一看 他就会 就会生过去的根 就会萌芽 所以一部上品禅犯 他胜处法故 所以你绝对不会犯仲戒 就是说世间超过于佛法 所以今天你不能生气的 结果你生气去骂出家人 那你的生气这个不好的 已经超过你的菩提心了 你不会犯这种上品达身处法 若转余生 妄失本念 那你去投胎的 虽然你投胎一个非佛教的地方 但是因缘成熟 职遇善友 所以我老实说 像我小时候 我经常梦到出家人来找我 我只要去钓鱼 那就有 晚上就有出家人 戴个帽子 我以为那个是农夫 绑腿 穿灰色的 站在这边看我 然后我就吓到全身 不能动 因为只要我去钓鱼 他就会有出家人来找你 这就叫护法神一样 他会提醒你 所以时时刻刻 这些善知识会透过各种的化身 各种的因缘来提醒你 所以未欲觉悟菩萨戒念 就要让你恢复你的菩萨戒的正念 虽属重受而废心得 像各位今天来在末法受菩萨戒 你们过去时都受过了 你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 今天不会来 因为这是末法 所以虽属重受而废心得 只是重复受 但是各位 你最好能够经常受菩萨戒 每天受菩萨戒 我们每天都在受 自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脑 这个三归一菩萨戒 每天都要念 不但受戒 发愿众生无辨 四归一菩萨戒 所以受持菩萨戒 名曰佛戒 我们是受了最圆满的 成佛的戒 也让众生能够成佛的戒 所以 因于失前 起白诸佛 三番结末而得 直至果绝后生 所以 直到你成佛 都在菩萨戒的状态 所以 释迦世尊 文殊弥勒 弥勒为菩萨戒之三师 诸佛为其证明 而诸佛菩萨为离真迹 求戒之人 十住此方 所以佛是 不去不来 无所不在的 他是活在真理的 真理就是空性 所以 诸佛菩萨不是在那边 不是在这边 那就叫 水里面有月亮 不是月亮在水里面 而是只要有水 就有月亮 所以诸佛菩萨永远安住在 真理是超越世间空间的 所以 那求戒的人 我们虽然在这边 但是 我们已经 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或是你的本体 本来就是诸佛的佛性 无有分别 所以能令受受获益者 良由众生积感 你有发起这个动机 那你就 感召到诸佛菩萨 来 就像 磁铁碰到铁 铁本来就有磁性 那你只要有这个心 要求菩提心利益众生 那你这个铁就像磁碟 痒慢慢慢慢 也有这个磁力 所以诸佛道教 所以各位要经常念佛念法 念身 特别磁咒 咒教佛心 我马里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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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子欲孝而母欲怜 所以各位要这样子的来 经常供养离寝 所以菩萨节不能做什么事情 各位都要供养三宝 七行三宝加持 如子欲孝而母欲怜 所以你也对诸佛菩萨有信心 有虔诚 不间断的 七行诸佛菩萨的加持 特别在三宝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你得了一百个癌症 都没什么大不了 没有什么我的烦恼 我的业 这个是太小case了 所以只要你发起一个 以诸佛菩萨相应的佛心 那一些贪嗔之烦恼 本来一下就是虚幻了 一下就不见了 你不要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辟水欲 越清而越越显 所以我们只要动机 我用这种悲心菩提心 来对待万事万物 你要有这个 我愿意求菩提心 然后你就越显现 千万不要找借口 或是让这些幻象魔鬼干扰到你 所以受大秤戒为真佛子 诸佛菩萨慈悲惚念 义父如是 所以各位今天开始要做真正的佛的儿子 将来要成佛 而且过程都是慈悲 所以将来为如等 亲尊大秤经律 劫谈辅佐 极众起胜 义忧婆舍忧婆仪自立即心 而变为菩萨沿土庄严国土 利益众生之广大心 好不好 自私的小男人小女子心 变成庄严国土 净化有情的广大菩提心 伟不伟大 我读到这个 我说这生命太幸运了 出家哭吧 你慢慢哭我还是出家 你不要为了这男人女人小孩两滴眼泪 你就完蛋了 那你还要度众生 因为这个广大心 算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要出家 另外一个比兄弟说 他就告诉我太太 你先剃头 我现在就帮你剃 不要你看 他意思说 台湾话说逃剃剃也就好了 然后理掉就算了 哭什么哭 对不对 因为这没什么大不了 他说我把你太太剃头了 你才方便出家 因为他不出家有什么办法 不出家还不是留在这个世间造业 这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因为他有个妈妈 那你出家还是可以继续孝顺 这个哥哥无仿无爱 对不对 完全你出家要比在家孝顺父母 百千万倍 各位如果你来天要出家 你爸妈太老 最好出家勾引到寺庙住 就像我爸爸这样 我爸爸在往生前十二年就住在我们寺庙 就是这样 没有我他还住不进来 他住了以后像皇帝一样 真的是睡的是总统套房 我们那个房间就是总统套房 我们生命电视台 他们居室大的盖了 他留那一间就是给总统套房 真的有总统睡过 因为他镇上关系很好 他改一间民间的大民宿 然后要办宿史 这是他的理想 结果都没生意了 后来只好租给我 后来很便宜卖给我 这就是我们的福报 地上建筑不要钱 土地收点意识 争与睡一样 所以他事实上是没收钱 所以我爸爸就去睡那个 他一会觉得 这个总统套房 他都没睡过 师父给你睡 结果我也没睡 给我爸爸睡 还有那个加持力 这个就福报 你看你一出家老爸变皇帝 所以我爸爸在那边快乐得不得了 我妈妈现在是皇后 我旁边三四个在扶持他 这一点各位就 你要相信 这个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对家人是真正好的 所以你要转化 从今天开始 自立的心态 转为立他的广大心 专幽婆以别解脱戒 而为菩萨保解脱之三聚敬戒 所以也把自我解脱的戒律 变成帮助众生离苦的 断恶修缮 度众生的清净戒律 然此三聚敬戒 体势无作 便走法戒 这个菩萨戒的戒律 虽然你看不见 它是永远存在的 骗一切处的 所以你一发起菩提心 你现在行住说 我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也跟诸佛菩萨合为一体 量等成啥假设表现 所以它的影响力也好 乃至它的质量 乃至它的功德力 时时刻刻都在展现 所以也从世间法表现出来 就像黑暗的天空会变光明 灰暗的地方会变清净 所以假设表现 虽云受乃全信其收 不饿而饿 虽然我们受戒 那就是你把原来的 原来的完全的佛性 把它展现出来 虽然好像 你从外面受戒 事实上是本来存在 不饿而饿 虽云持乃全修在信 虽然我们持戒 那本来就是你具足的 就像母子相遇 今天你不认识这个人 觉得他是外人 原来他是我妈妈 你还自然拥抱他 所以你整个就全修在信 恶而不恶 这个我解释不好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由外而内 合为一体 所以此则佛种从缘起 所以各位 我们本来就有如来种性 那是因为你发菩提心 悲心 所以他这个佛种 就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本性 跟我们持戒 信修交尘固 因缘合合 得了实体意 就得到了菩萨界的戒体 所以得菩萨界的说 你本来是皇帝 你忘了 今天恢复你的身份 对不对 然后给你戴上皇冠 那这个皇冠 做皇帝不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责任 我对全国老百姓 做菩萨界 是我对所有众生 有保护 让他离苦得乐的责任 所以 任运止恶行善 任运利物继生 任运就是自然的 各位要把慈悲变成自然 如果你做不到 你要多培养慈悲 修行就是这样 多培养不生气 多培养忍辱 多培养谦虚 然后呢 你要是安住在菩萨戒体的时候 那你就会自自然的 自自然的 就像抽烟的人 不用戒烟自然 就不想 就没有烟瘾 就像好色的人 从来你就不会好色 好赌的人 不会好赌 爱生气的人 不会生气 这是自然的 你安住在 你这个菩萨戒在运作的时候 这个戒体会让你 任运自然的 指恶行善 自然的去利益众生 救济众生 利物济生 与正子行利生之间 虽然我们这样子的 在行住坐卧 都在利益众生 但是这个就变成 慈悲就是我的生命 慈悲就是我的呼吸 让自己众生成佛 这是本来的 这个一点都没有讲 虚为照做 时无利生 只行可得 所以而且了解它 也是一种方便而虚幻 空性 以诸法无生 一道真禁锢 所以一切法都无自行 所以也没什么好分别的 但是利益众生 让众生成佛 这是唯一要做的 所以大乘起信论 以云 各位最好看一下 你对大乘 要如何生起真实的信心 所以这一部论 也是每一个出家人 都会读的 以知法性无染无故 随顺其修 我们的法性 不够不尽的 所以也没有肮脏 也没有真假 只是我们随顺 这个菩提心 而让它升起 所以行施波罗密 这样去实践 持戒波罗密 而此性戒之性 佛生共聚 所以这个菩萨戒 这个菩提心 乃是佛性 是佛跟凡夫众人 都具足的 唇动不武 只要会动得虫 天神 鬼魂 地狱 他们都有这个佛性 所以有性即有心 有心皆成佛 所以有这个佛性 它就有一个 心就是你的想法也好 起心动念 那你只要能够生起一个 利他的心菩提心 那哪怕你现在是小虫 是地狱的 是个屠夫 那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所以放往金云 菩萨戒 叫什么呢 金刚光明宝戒 所以金刚就是空性 光明就是慈悲 辩造一切 所以能够圆满一切宝 所以是一切佛的本源 所以各位 回家了没有 这就是到家了 你找到你自己了 学佛就找到自己的 本性 佛性 生命的意义 过去我们演一场戏 迷迷糊糊演一场戏 现在你终于找到自信 找到生命的安顿 你就不会空虚 不会无聊 不会痛苦 不会依赖 所以是一切佛的本源 一切菩萨的本源 佛性种子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意识 色心 事情是心 皆入佛性界中 所以各位呢 不管他骂你 打你 这个都是一种佛性 佛性 你也看得出来 他有佛性 他在展现佛性 就像一个小孩子 本来生病快死了 都不动了 爸妈宁可打他 你动一下吗 你哭一下 对不对 这小孩子起来 大哭大闹 爸爸太高兴 他活了 意思是说 你看到众生在动 就看到他的佛性 你不会有分别 因为太高兴了 这个人有佛性 所以各位 你越坏 越容易成佛 了解吗 你越好色 越快成佛 因为你有那个动力 就怕你像一个石头 连个动力都没有 所以各位 要不要靠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太坏了 所以最容易成佛 太强了 最容易成佛 因为他现在跟我一样 我就是这样 我动力很强 我不知道干嘛 所以整天赌博 整天钓鱼 什么玩 谁都玩熟我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我的那个点是什么 后来呢 我看到地上经 因为我妈妈的音乐 哈 我一下就决定 我一下就决定了 谁也改不了 并不是出家在家的问题 而是我要用这个 这个佛性 这个地上本愿 来过我的生命 来爱所有众生 对我来讲 没有分别 就像我的儿子 因为我而被杀 我的太太因为我而自杀 不会败坏我的 利他的本愿 因为他是众生之一 你不能因为这一点 让你脆弱 那也不行 所以 但恐如等 若不能发无上菩提大愿 即现身中 有犯七逆罪者 虽佛性之离体 人人本具 未曾劝少 而终难发起 戒之当体 所以当然 虽然我们佛性本具足 但是如果你有犯 后面这七条七逆罪 那因为就会遮障住 让你没办法 看到你的佛性 用你的佛性来做事情 像佛性这样比喻好了 就像一个女孩子 以为这个老公不爱她 这个男人不爱她 然后她很痛苦啊 失恋啊 想要自杀 原来男人站在后面说 我一切都是为了你爱你 他们哭就抱着她 这样就好了 幸福没办法 你终于找到你的自信了 所以你找到你的自信不分 你现在是九十岁八十岁 都无所谓 现在我们在讲这些众生 天神护法 神都在听 这些鬼魂都在听 马上她就超越了 没有天人的骄傲 也没有鬼魂的可怜 因为她马上就恢复她本来的面目 但是只要这七逆罪忏悔掉 所以戒律明条应当疾问 就是要问清楚 如等少请 且谁众引以道德路 颤谋堂中 标准是这样 就像天主教的黑布 关起来 进来进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犯 一个一个问 但是现在变成一种大众的 但是至少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详细的问 如果你有 教你怎么忏悔 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忏悔的 所以忏悔以后 真心不会再犯 然后你就有一个瑞相 可以去得戒了 说若根本重戒不破 欺恶逆罪不犯 所以前几天受五戒 到今天你中戒一定没犯 杀到云忘旧 所以欺逆恶罪 逆罪不犯 方可如律如法 清净受受 诸佛战善 龙天未守 所谓疲逆注释 今天我们又受戒了 有人受戒了 疲逆注释则正法得以久住 那佛的正法就 久住在这个世间 所以各位的受戒 对整个世间很重要 所以 卢等能依教 奉行佛 能依教奉行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作词 来来来 来这里 来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预言同话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护华好 护华 你有看过马拉车吗 有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的 在电视上看过 那你有看过 马拉车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小马吗 好像没有耶 对了 谢谢妈妈 小马为什么要跟在 马车的后面呢 哦 问得好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一则有趣的故事 马的对话 在一户农庄里 住着马妈妈和小马母子俩 每天他们都会走很远的路 为主人拉车 哎哟 妈妈 这车好重哦 我拉得好累哦 快到家了 就可以休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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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你们 快进来休息 好累啊 妈妈 我饿了 孩子 别着急 主人一会儿就会给我们送吃的来 今天我们给主人拉了那么多货物 他一定会给我们准备美味的食物吧 可是当小马看到主人捧着一大捧干草来喂他们吃时 感觉很失望 为什么自己每天那么辛苦的劳动却只能吃干草呢 可爱的马儿 吃饭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 赶紧吃吧 怎么又是干草啊 妈妈 我们今天出了那么多力 怎么还吃干草 主人真的对我们很不好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就赶紧吃吧 妈妈 干草一点都不好吃 难道主人就不能给我们换换口味吗 孩子 我们马儿就应该吃干草啊 你不吃干草 想吃什么 唉 坐一匹马真不值得 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却只能吃干草 这时 主人拎着一桶奶油炒麦子 从马厩旁走过 小马闻到了奶油炒麦子的香味后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哇 妈妈 奶油炒麦子的味道就不错啊 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孩子 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那 这些炒麦子 是给谁吃的呢 小马看到主人 拎着奶油炒麦子 来到了猪圈旁 然后 把整整一大碗的食物 放到了猪圈的桌子上 懒猪 快过来吃饭 吃劲吃 吃胖 来吧 吃